總統有沒有信心意者無罪 有信心嗎 有寶寶們 那跟各位報告本院106年度主義自第1號 馬英九先生違反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案件 本院判決的結果是馬英九先生無罪 假官起訴的部分主要有兩個部分 這個部分就是犯罪事實的部分 總共是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102年的8月31號晚上 也就是洩密給所謂當時的行政院長江一華先生 以及總統府的副秘書長羅志強先生 這個部分 那這部分本院成省的法官是認為 這個部分是有構成要件該當 簡單的跟各位解釋一下 就是認為有洩密的一個行為 那主官上也認為他具有一個不法制 那但是在所謂的違法事由的部分 認為有主卻違法事由 那成省的法官主要是援引憲法第44條 所謂的所謂的爭議 所謂的爭議的處理的一個權限 那法官在判決裡頭有解釋 為什麼使用所謂的憲法第44條 作為所謂的主卻違法事由的引用 那簡單的跟各位報告一下 在8月102年的8月31日 主要的所謂洩密的部分 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文件 大概就是所謂全民電通案的更審上上訴的這個部分 這裡面有談到就是說 是不是有受到所謂法務部長 以及當時的檢察長所謂官說要不要上訴的部分 那成省法官認為 另外還有有柯建民先生的所謂的監聽的內容 那所以原審法官認為 此部分牽涉到的成績有所謂法務部長 以及當時的檢察長 另外還有所謂的立法院院長 以及當時所謂在野黨的總召 那這部分他在判決書裡頭 他有特別提到認為說 關於是否上訴 以及這個行事偵查的部分 也是屬於司法高權的一個環節 那這部分認為當時的司法獨立很有可能遭受到 行政及立法的聯合 而導致所謂的司法獨立產生一個危險 那所以成省法官認為 在憲法式四條裡頭 不限於現實已經有發生所謂的爭議 而是有潛在發生爭議的可能性 也在四四條的所謂爭議處理權限範圍內 所以當時被告馬英九先生採取的一個措施 是行使所謂憲法式四條的一個爭議處理的一個權限 那處理的方法 他裡面也有提到認為說 應該是符合一個比例原則 他採取的方法就是召集當時的行政院長 以及當時的總統府副秘書長羅志強先生 那到府裡面 他所採取的行為是用所謂口頭轉述的方式 並沒有直接把所謂當時 因保密偵查中保密的一些書面文件予以散發 那所以他認為從比例原則的角度來看 這樣的行為也是一個適當的一個 合乎比例原則的一個審查 所以他認為當時被告行使的是 憲法式四條的爭議處理權限 那所以認為這裡有可以阻缺違法四有的一個存在 所謂依法令而不法 那所以在這裡是認為說 這一塊就是八月三十一號的泄密行為 是認為只有構成要見該綱 但是還不到有違法性的一個地步 那第二個部分要跟各位報告的就是 一百零二年九月四號 也就是教說黃世民先生泄密的這個部分 那這部分 那陳審的法官是認為這個部分是檢察官的舉證不足 那所以直接認為這部分應該是無罪的 簡單的來講 他認為就是說第一個 檢察官所認為的意圖一樣 跟剛才前述的部分一樣 是沒有辦法被證明的 那這個部分他認為 這個部分是要傷害所謂科建民 或者是黃金平的這部分也都是沒有辦法證明 那另外 呃 陳審把關採信證人黃世民的公訴 也就是他的黃世民先生之前公訴是認為 這個部分關於所謂的專案報告三 他是拿之前所謂楊榮忠先生 他之前像九月一號進府的時候多了一份 所以他直接在上面 從九月一號直接改成九月四號 然後帶進去的 所以並不是基於所謂被告的教說 而另外產生出來的犯意 那陳審法官也同樣認為就是說 黃世民先生自己本身的犯罪 並不能以此而反推論被告有所謂的教說的故意 那所以簡單的來講這兩個部分 基於上訴的理由 那認為檢察官起訴的部分 均沒有辦法成立犯罪 那所以 呃本件主文就是馬英九先生為無罪的預知 今天台北電話國安判決 把前總統無罪非常正確 身為一個不管誰擔任中華民國的總統 如果一個中華民國的總統 對國家重大事務 不能和行政院長 或他的重要幕僚 討論 以為因應的處理 那我們如何能期待 一國的總統 如何能有積極的作為 所以今天 台北電話國安判決馬前總統無罪 非常正確 也值得贊同 謝謝 就這樣 好 謝謝道理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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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